今天呢我给大家开箱一个听起来名字 你们先听叫焦草 然后呢你们再往下听这个名字兜瓣绿 好了不遮遮掩掩掩的先开箱 你们看看这什么玩意吧 然后呢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个东西怎么养 有话有也都问到我这个东西怎么养 然后呢我就从网上潮了一个 给大家叨叨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回事 怎么个养法 先看打包 第一次买到宁川 宁川啊 宁川宁夏发货的宁川去了 宁夏有宁川吗 没有 好好好 先不扯这个先开箱 包装还行还很用心 价格价格多少钱 24块9 24块9怪不得呢包装这么用心 要这4块9的肯定肯定塞里面就完了 它是红皱叶的焦草 跟咱们传统的那种豆瓣绿还不太一样 非常之漂亮的一块 这上面呢是它要开花哈 我个人觉得呢就不让它开了 不好看一眼 长起来有点像那个触穴一样的感觉 先打开 有点水大 有点水大 先不要操作它 当然了有的话说了 怀疑我没时间 我哪有时间等着它 可以操作吗 也可以 要操作的话呢也可以 要不操作的话也可以 个人 选一个下面排水透气的就可以了 之后呢给它垫入一层底土 它是胡椒壳 胡椒薯的哈 咱们加入一些火山盐来垫底 当然了也可以用石枝 用烟壳什么都行 主要是这个盆比较深 害怕积水和烂根 将来那拆一包土 这老花衣通用配方土 加入一层底土 加入一层底肥 这个也可以甲植啊 对啊 可以甲植啊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一个甲植也行 有很多话说 老外我就怕换了土以后 它不适用这了那了 您可以像我一样 带着盆给它种下去 假装给它种植起来 这就相当于是甲植 这样呢就是甲植了 就假装种植起来 到后期的时候 大家觉得在里面长得很ok啊 过个一个礼拜左右 您就可以像我这样 给它拿出来之后呢 整个的给它放进去 就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一盆计划 这样的话 咱们就先讲实着吧 好了 之后呢放到光照啊 不要猛晒的一个地方 但是通风一定要好 半日照就可以了 好多的话 在收到这种比较湿的苗子的时候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那那的 其实也可以完全像我这样 如果说大家通风比较好 光照比较好 就直接像我这样给它种上也可以 先不浇水嘛 就先不浇水 好吧 因为它原本的盆土很湿 这就是到手之后 你想操作的时候 就这样走了 好了 非常漂亮的一个花 具体的日后的一个养护呢 大家尽量注意一点 它不耐低温 一般低于5度以下 就基本上冻死了 而且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一定要适当的折阳才好 夏季很高温的时候 你像大部分这种厚叶的 有多姜的 还有这种长的比较密的 都不喜欢夏季高温的时候爆晒 通风一定要好 别的没啥 这就是一个关于椒草的一个 也叫红柱叶椒草 这个豆瓣绿 好像就不带像它的一个名字了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出宝 想要得到这门花 记得评论分享 点赞转发 想看什么开箱 给老花一留言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在意 下期再见 拜拜 嗨 嘿嘿嘿 嘿嘿